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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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每个白天 每个黑夜 在每个晴天 每个雨天 在春夏秋冬的每一天 我请满意 向东向西向南向北 在每个晴天 每个晴天 每个雨天 在每个晴天 每个雨天 在每个晴天 每个雨天 在春夏秋冬的每一天 我请满意 向东向西向南向北 在每个晴天 离 peace 向东向西向南向北 在每一切地方 每个晴天 向南向北 在每一切地方 知能力 向南向北 在每个晴天 连 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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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祂是又真又活的主 Amen 喜乐 我要喜乐 靠住这喜乐 喜乐 是信心的选择 赞美 我要赞美 恶神的美主 因他凡事掌卷 凡事都能做 万事的背后 都有上帝的分手 他在看 他在做 他又真又活 按他的时候 为他势必的拯救 他宣执 他宣任 他又真又活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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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暖 我要喜乐 靠住这喜乐 信仰是信心的选择 赞美 我要赞美 高声赞美主 赢那凡事掌决 凡事都能做 往事的背后 被有上帝的恩寿 他在看 他在做 他有剪有光 爱他的时候 没有心里的拯救 他卷起 他卷认 他有剪有光 往事的背后 被有上帝的恩寿 他在看 他在做 他有剪有光 爱他的时候 没有心里的拯救 他拳致 他拳门 他有证有过 他逝的背后 飞在上帝的狠手 他在看 他在做 他有证有过 安排的时候 每个心底的拯救 他拳致 他拳门 他有证有过 他拳致 他拳门 他有证有过 以撒亚书五十五章第九节 耶和华说 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念 高过你们的意念 神的道路 高过人的路 神的意念 高过人的意念 神的意念 高过人的意念 他的心里 有难度 他的时间 不错误 他拳itz 习家 他拳门 ид人 孙覧人 增团 谣点 太宏信 上帝的头还可 会 拍摔 上帝的头 牧场 使祂壮葬 生命齐心 使祂因缺照顾赐福 使祂因缺照顾赐福 使祂万物断满去世 满心灯开 必要欢呼 啊 南心灯开 必要欢呼 啊 南心灯开 必要欢呼 啊 南心灯开 必要欢呼 神的道路 神的道路 高过人的路 神的年 高过人的年 祂的心里有安堵 祂的世界不错误 一步一步 带领您前途 小道路 大力大力低等级 祂让云在空中飘浮 是他创造 生命气息 是他因去照顾 神道万无各安其事 耐心的爱必要欢呼 啊 耐心的爱要欢呼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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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其实 耐心等待必要光顾 啊 耐心等待要光顾 啊 耐心等待要光顾 耐心等待要光顾 主是的 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是的 万事万物都有定时 都在你的手里面 谢谢主 愿你用这样的诗歌 激励我们 安慰我们 知道你仍然坐着为王 你仍然掌权 让祷告封耶稣基督的圣明 弟兄姐妹我们有一段时间 请在座位上面安静预备自己的心 求神洁净我们 来朝见祂 祝的主 我们要举起圣洁的双手来向祢祷告 主啊 我们恳求你施恩 主啊 再一次的怜悯这个世界 我们为新冠肺炎的疫情的控制 特别在印度的流行 主啊 恳求你施恩的手 继续控制这个病毒 主啊 让它的传播的速度可以慢下来 我们为中国的南部 特别在广州 广东省的流行 能够得到控制 主啊 向你求恩典 求你施恩 主啊 借着这个施打疫苗 可以让整个中国的疫情 也可以被得到控制 特别为台湾祷告 主啊 最近因为这个疫情的爆发 确诊人数的攀升 主啊 他们也没有足够的疫苗 所以人心惶惶 主 施恩 主啊 让众人在隔离 在这个对抗疫情的控制上面 主啊 他们的心情可以得到 主啊 在你的面前 特别是求主保守 前线医务人员的安全 也为基督徒教会在那里 可以坚守信仰 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来祷告 主啊 再次为我们的肢体来祷告 主啊 谢谢你 主啊 你让徐仙牧师 在你那里得到安息 也顺利地完成了下葬 主啊 肯求主施恩的手 再次地扶住灵律员牧师 还有他的两个女儿 哈娜跟菲比和他两个女婿 和所有的家人 主啊 谢谢你 因为你让徐牧师在我们这里 打完那一场美好的仗 也求你安慰我们弟兄姊妹的心 主啊 你知道我们对他的思念 但是我们相信他已经在你那里 得到更美的安息 并且耶稣再来的时候 要把他一起带来 求主把这个盼望赏赐给我们 主啊 我们这时候特别为 我们中间在电脑行业工作的 弟兄姊妹来祷告 主啊 帮助我们在 这个高速发展的行业里面 主啊 给我们的弟兄姊妹 有特别的恩典 来面对不断更新的挑战 来为你做有利的见证 主啊 我们中间的 有病痛的 家里有经济需要的 主啊 都求你亲自地看顾跟保守 我们特别为韩家祥弟兄的身体来祷告 为他的妻子吴威 照顾他所需要的心力 求主持恩 求主带领 我们这时候也特别为我们的普传伙伴 来一一的提名代祷 主啊 为非洲的指引弟兄祷告 求主保守他们 可以及时地回来述职 为在东亚的麦老师的夫妇祷告 主啊 特别是他的 这个老家去年过世的大哥 有一个海葬的仪式 求主保守他 也在家人面前做美好的见证 主 我们这时候也特别为 在台湾的林聚峰 唐德仪 夫妇来祷告 祝他们每天的平安 以及七月中要回来母会 最后的准备 以及两个小女儿的身体的健康 为在加拿大的马丁 杨岳夫妇祷告 也保守他们回来 树职在这里一切的适应 我们提名为巴尔提摩的屡林夫妇祷告 为在洛杉矶梁中人姊妹祷告 主啊 求主 是让他们在那里也做美好的事工 也特别再次举手为 陶海林教室的海员事工来祷告 感谢主 赵弟兄去协助他来探访 请为主啊 保守他们所传福音对象 这个大副潘先生 二副谢先生 还有这个水手杨先生 阿尔润他们家人的得救来祷告 我求你祝福我们普传 伙伴手中的事工 主 这时候我们也特别再次为 教会暑假的这个阿尔法 小组的工作团队的训练的 五十多位同工来祷告 主 装备他们 激励他们 在暑期的时候我们可以 同心地开始做外展的事工 带领更多的 还没有信主的新朋友来认识你 谢谢主 请我们不配地祷告 我们带来的奉献 求主 悦纳 这原本都是属于你的 我们只是不配的管家 求你悦纳我们的金钱 我们的时间 我们的才华 都要向你献上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弟兄 你们早上好 也欢迎各位在网上收看 西区中国教会的新朋友 来参加我们的线上的主义敬拜 我们说西区中国教会 希望我们自己是 宾至如归的教会 所以很欢迎您 也希望您可以在网上 与我们联络 我们所有的网页 就在这个YouTube下方 会有链接 也欢迎您在主日聚会 结束以后 留下来 参加我们的线上的 主日学课程 特别有一门课 叫做蒙福之路 是为所有的新朋友 目到的朋友们预备的 所以欢迎你们在 教会的网站上面 找着链接 然后可以跟我们 互相的介绍自己 也更 向你们更多的认识 我们的教会 我们教会除了这个 在YouTube上面的 这个线上的 链接跟网址以外 你也可以在 Android或者是 Apple的Store上面 可以下载 教会的App 上面有 每周的信息 以及周报和带导 事项的内容 从上周五开始 教会对于COVID-19的 这个响应的级别 就正式进入了 黄色警戒的第三个阶段 事实上已经非常靠近 绿色了 那从现在开始 我们的室内聚会 就不再需要 进门量体温了 我们也不再要求保持 三公尺的社交距离 不过我们仍然是 会在室内的座位上面 有适当比例的限制 那因为二楼的 小礼堂的容量有限 所以还是希望 各位能够事先到 教会的网站 或是用手机的App 来完成注册的手续 但现在也不需要 事先选位置了 可以现场可以自为 自由的就座 不过你从教会进来的时候 仍然需要选择戴口罩 并且要出示你的二维码 就确定你是已经完成 注册手续的 今天下午四点钟 是国语堂的会友班 由张熙浩长老 来负责授课 那我们要请 已经完成两次 授试班课程的 弟兄姐妹 如不参加 也欢迎你曾经已经授试 从别州或是别的教会 要转到我们教会来成为会友的 可以留步来参加 今天下午四点钟的会友班 那这个链接也是在网站跟教会的手机APP上面 TGTC也是我们的城企培训中心 在暑期会有一个课程 叫做十部试经法的说明文 A2的课程 现在已经开始注册了 那我们这个学期是由 苏瑞允传道和廖学之传道 未来授课 那将从7月13号到8月17号 有连续六个周二的晚上 所以也欢迎您尽快的到教会的网站 或是借由手机的APP来注册报名 有任何的问题 可以向我们的吴以民传道 也是城企中心的主任来洽询 很高兴地知道说 我们已经到了年中了 所以许多参加这个读经计划的 弟兄姐妹 如果你持之有恒的话 现在已经快要完成第二季了 所以第三季的这个NT260的读经计划 将在6月29号的周二起跑 所以请持之有恒 继续参加的弟兄姐妹 可以到我们的这个 New Version的这个Bible的 这个网站上面来按加入 或者是在教会的网页跟手机上面来报名 如果你参加了是 这个一年读完圣经一遍 那你就不需要重新报名 可以继续地往前走 另外一个是 得胜羔羊的读经计划 进到第三季 那黄尹勒牧师特别提醒说 没有关系 如果您错过第一季第二季 没有关系 这是一个四年循环 你随时可以在中间加入 让我们一起每天来读神的话 来亲近他 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 其他的代导事项跟周报的报告事项 请各位在网站上面自行参阅 下面我们就要把时间交给黄尹勒牧师 带来今天的信息 因着信赞扬 赞叹神的奇妙 在一个刻有十九世纪 美国尽兴会拆绘的纪念壁上 画着一头牛 有趣的是 牛的右脚的边上 刻着一个套牛 离地用的那种饿 象征每天的劳累 而单调的工作和生活 牛的左边则刻着一座祭坛 象征着牺牲生命献上为祭 然后在这个刻画的上面写着这样几个字 两种都要准备好 英文是ready for either 就是在两者中随时准备好 任选其一 我看到这样子一个纪念壁 我很感动 因为凭着信心跟随耶稣 就是要时刻准备着为祂的见证去死 但是也是要准备好天天 为祂的见证去活 我们已经开始了三个礼拜的讲道系列 因着信眺望天乡 我们信心的故事 也就是在讲我们 在我们的人生的点点滴滴之中 去见证耶稣 而且把我们人生的点点滴滴 讲成故事 讲出来来见证神的信使 那我们的信心之旅 可能是出于随时会失去生命的 那种大风大浪之中 可能是大放异彩的跌宕人生 但是也不总是跌宕 对大多数人都说 有可能是柴米油盐的平凡人生 亚伯拉罕 撒拉都是像我们一样平凡的人 如果亚伯拉罕和撒拉 能够经历到神的奇妙 那我们一定也能够 所以今天跟大家要分享的经文 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 第十一节到十二节 我们一起来读 因着信 甚至撒拉 他虽然过了生育的年龄 还是能够怀孕 因为他认为那应许他的是信实的 所以从一个好像已死的人 竟然生出许多子孙来 仿佛天上的心那么众多 海边的沙那么无数 这里讲到神在撒拉年老绝经的时候 神应许要赐给他一个儿子 所以从好像是一个已死的人 就竟然生出许多的子孙来 仿佛天上的心那么众多 仿佛海边的沙那么无数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奇迹 这是一个神奇妙的作为 不是吗 是因为撒拉相信神的信实 而经历到的 更重要的 这是一个期待神奇妙的作为的心 因为 但是撒拉原来就有这么有信心 这么信靠神吗 不是的 这背后其实是有一个神 如何让撒拉的信心成长突破的故事 那么要知道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 我们还得去采访一下撒拉 也就是回到创世纪十八章的地方 在圣经的起头创世纪 在十八章那里 那里讲到神去造访亚伯拉罕撒拉 因为上周许牧师不是讲到说 亚伯拉罕一家他们走上移民路吗 所以他们来到巴勒斯坦 他们移民来到巴勒斯坦也二十几年了 但是他们一直过的都是寄居的生活 居无定所 他们住的是帐篷 那这个故事的起头呢 就是讲到三位陌生客 来到亚伯拉罕的帐篷那里 那这三位大概就是神自己 和神的使者 那一开始 亚伯拉罕并不知道这三个人是谁 对他来说就是三位素妹平生的旅客 亚伯拉罕却非常殷勤地款待了他们 那后来亚伯拉罕才发现说 哦 跟他讲话的人原来是神 因为在十八节那里 在《创世纪十八章》第十节那里 因为讲到说其中的一位来向他揭示 他就是主 他就是神 而且说我明年还会来 明年我还会来 撒拉会生一个孩子 奇妙的地方就在于这一次 神是特别来向撒拉显现的 我们知道好些年前 主也是向亚伯拉罕显现 在异象当中 很清楚地跟亚伯拉罕说 我会给你一个儿子 神很清楚地应许他 会给他一个儿子 会从这个儿子生出一国的国民来 然后从这个一国当中 会出来一位救主 他要来拯救整个世界 亚伯拉罕常常跟撒拉讲这个故事 转眼间二十几年过去了 现在撒拉有九十岁了 亚伯拉罕也有九十九岁了 现在亚伯拉罕和撒拉还是心心念念 他们并没有忘记神的应许 但是可能他们 就是他们老两口自己在那儿喃喃自语 他们在那里对话 在那里面憧憬 他们不会到处急着 要让别人知道这件事 对吧 为什么呢 为什么不要让别人知道呢 因为亚伯拉罕也是人嘛 撒拉也是人嘛 对不对 人都很爱面子 对吗 你不爱面子吗 起码我很爱面子 有谁可以想要在别人面前 像个傻子一样 我已经九十九岁了 我太太撒拉九十岁了 你看我们正在避孕 那人家大概可能会说 你是痴人说梦话 你看你都快一百岁的人了 你还想要 还在那里做白日梦 你想要生娃 有谁会 谁会想要知道 你相信这样子的事呢 我们有一种倾向 就是我们 只是把亚伯拉罕和撒拉当作英雄 因为这是圣经里面描述的信心的英雄 但是我们却忘记了 他们也是有血有肉 他们也是跟我们一样普普通通的人 换句话说 亚伯拉罕他没有逢人就说起这件事情 尽管他心里面一直在等候着 他心里面一直在盼望着 因为多年前神向他显现 和当时神所说的话都历历在目 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 我要讲这个的意义 就是要想要让大家清楚 神其实以前就清清楚楚地告诉亚伯拉罕 所以神这一次 他不需要来再向亚伯拉罕再说一遍的 他这一次不是为亚伯拉罕而来的 他不是为亚伯拉罕而来 他这一次来是为撒拉而来的 是要来预备撒拉而来的 神要引起撒拉的注意 他要建立撒拉的信心 所以这三个陌生客一到的时候 亚伯拉罕就跑出去迎接他们 然后他们就问说 你棋子呢 撒拉在哪里 所以他们是冲着撒拉来的 亚伯拉罕说 在帐篷里 他在听着我们讲话呢 咱们说话 我太太听得见 对吧 所以我第一点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神是为恢复撒拉而来的 那么这里我们要学的功课 就是不要单求神迹 你要求的其实是神来改变你 在创世纪第十八章那里 十二节那里就提到说 撒拉心里暗笑 因为当时 这三个客里 其中神说 我明年的时候还回来 你要生一个儿子 然后撒拉在后面帐篷里面 听到的时候 他就暗笑 他说 我既已衰败 我主也老迈 岂能有这喜事呢 这个衰败 这个和河本的衰败 其实翻译得很好 因为它表达了很多 撒拉的自怨自爱 甚至是对自己的恨在里面 所以不仅仅撒拉 不仅仅说 我已经很老了 我不会再生了了 不仅仅是这样子的 他心里面有很多的煎熬 他心里面有很多很多 过去的伤害 他心里面恨自己 那当然 和河本的翻译是说 岂能有这喜事呢 从表面上看 好像根据上下文 好像是在说 我已经很老了 我怎么能够 有怀上孩子这种喜事呢 但是我认为 新一本的翻译是最准确的 新一本说 撒拉心里面暗笑 我都这么老了 我还能有房事的乐趣吗 我还能有房事的乐趣吗 也就是说 他们已经很久没有房事了 为什么 为什么他们很久没有房事 因为他们不再抱期望了 所以神跟他们说 你们要凭着信心 你们要同房 你们要凭着信心 要有信生 要恢复你们的信生活 如果你 你把创世纪第十六章 考虑在你的话 其实他们之间 亚伯拉罕和沙拉之间 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包括一些家庭的纠纷 所以不仅仅是 没有怀孕这么简单 这些年来 亚伯拉罕有可能 对沙拉其实有些失望 他很爱沙拉 沙拉也很爱亚伯拉罕 可是你看 神的应许这么久了 为什么就没有 生出一个孩子来呢 亚伯拉罕可能有这些失望 沙拉可能对自己也蛮失望的 所以他们不仅是 没有在一起有信生活 搞不好他们已经分房睡 很久了 他们已经有一种 彼此疏离的意味 你要知道 在那个年代 在那个文化里面 有孩子的女人 才算是对这个加油所贡献 有孩子的女人 才有尊容 一个女人要是没有孩子 就等于下半生 完全没有了依靠 完全没有了孩子 就完全没有安全感 在那个年代 没有孩子 人家看你的眼光 绝对不一样 你会抬不起头 所以沙拉 他正处在这种光景 所以他可能有 depression 我不知道 不知道他有没有 那种忧郁症 但是他们的婚姻 有很大的问题 而这是他们疏离的原因 所以神要来恢复沙拉 他不仅仅是要给沙拉 一个生孩子的奇迹 他要给他一个 婚姻死灰复燃的奇迹 他不仅仅是要给他 一个婚姻重建的奇迹 他其实是要给他 一个生命和信心 重建的奇迹 我们常常会向神要东西 我们会说 神啊 求你给我一个孩子吧 神啊 求你给我一份合适 更好的工作吧 神啊 求你给我一个配偶吧 神啊 求你给我成功 但是神从来不会 给我们东西 却不改变我们的 神从来不会给我们 一个礼物 却不给我们 接收这个礼物的能力 也就是要改变我们 让我们的生命改变 以至于我们能够 接收神给的礼物 所以相反 神给我们东西的时候 他同时也改变了我们 所以当我们 想要恢复婚姻的美好 我们想要恢复 我们跟孩子的关系 我们要恢复 我们跟父母的关系 我们首先是我们自己的生命 需要被改变 所以想象 神给撒拉带来的是 何等奇妙的信心 何等的恩典 他让撒拉建立起信心 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 也相信神的应许 所以因为他有了盼望 他就可以和他的老公 再次经历房市的乐趣 再次经历婚姻的甜蜜 所以真正的神迹 是他们再次的复合了 他们的婚姻 重新变得滋润了 他们对生活 对家庭 对婚姻 重新充满了希望 所以你所期待的 神带来的改变是什么 我想要请我们的一位姐妹 Lucy姐妹 来为我们做一个小小的见证 我今天要分享的是 神如何透过我爸爸生命的改变 来让我更真实的经历他 更加期待上帝 在我生命中的带领 在我印象当中 我爸爸是一个孝顺的儿子 也是个工作狂 他在我国小的时候 就已经到外地工作 而且一工作就是十几年 然后我和我爸的 就是在我印象当中 我爸爸其实是一个大男人 然后不懂得表达情感 他跟我们三兄妹讲话 总是很表面 就是询问学校的成绩 大学要选什么科目 将来的工作目标等等 之外就没有别的了 我每次跟他讲电话 就不会超过十分钟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 怎么跟他沟通 到最后就干脆找借口 不跟他讲电话 后来我信了主 在教会中慢慢学习 向这位看不见的天父祷告 出乎我意料 我和爸爸的关系 也因着我信主有所改变 从避而远之 到渐渐的会想要多了解 他在外地的生活 会想要向他传福音 就开始在为他能够信主祷告 一祷告就是十年 在这几年当中 神也慢慢的让我去了解到 爸爸的辛劳 也看到他的软弱 在2010年底 奶奶肺癌到了末期 爸爸就放下工作 飞去加州照顾奶奶 在被医生宣布说 要把管的时候 教会的牧师弟兄姐妹 就赶过去唱诗歌给他听 也为他祷告 就在大家唱完诗歌之后 奶奶的心跳就停止了 回到耶稣的怀抱 医生说像奶奶这样 肺癌的病人 能够多活五年 已经是个奇迹 而且能够安详的离开 是很少见 他是一个很蒙福的人 爸爸目睹了这一切过程 见证到上帝 把如此真实的平安赐给奶奶 他就非常的被感动 也因此在他心中 种下了福音的种子 在2011年 上帝用我爸最不期待的方式 结束他经营不善的工厂 在失落中 开始回来跟家人团聚 他对来教会也越来越不排斥 过没多久他就受洗了 同一年年底 我公司决定要裁员 这是我毕业之后 第一份稳定的工作 我也才刚考到会计师执照 就接受到这个 突如其来的打击 一回到家站在门口 第一个站在门口等我的 是我爸爸 从小对他的印象 一直都是工作至上 他对我们的职业发展 也让我们自己对自己有很多高标准的衡量 一旦现在没有工作 我就突然感觉到自己很没有用 我正在心里想 他会不会因为我没有工作 被财而感到失望的时候 他就立马抱着我 跟我说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工作没了可以再找 在惊讶之余 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 我人生低谷的时候 我爸爸是在我身边 安慰我 陪伴我的 在过去的成长过程中 不论是生日会 家长会 或是毕业典礼 他都缺席 但这一次在我 人生最低落的时候 上帝把爸爸带回我身边 我爸也不时的 鼓励我 为我祷告 这也是我头一次长时间 在家里跟我爸相处 上帝让我明白 要珍惜的不是工作 而是我身边 真正关心我的家人朋友 几个月之后 神也为我预备一份 我很喜欢的工作 我明白了失业 在我的经历当中 是神所赐的化妆的祝福 透过奶奶生病 平安的离世 神却奇妙的感动 我那心肠刚硬的爸爸 透过我爸爸 生意失败了 神却奇妙的让他有机会 跟这个心境去教会 并且信主受洗 透过我失业了 被裁了 神却使我在人生低谷的时候 重新感受到 有爸爸陪在身边的滋味 重新地 更真实地经历到 神的带领跟保守 我很感恩的是 神先让我认识他 这位天上的爸爸 然后 大家再修复我 和地上爸爸的关系 神临到每个人的经历 是各不相同的 但是神的目的都是要 让我们的心心发生质变 神临到Lucy的方式 是透过Lucy爸爸生命的改变 神临到亚伯拉罕的方式 是那巨大的可怕的黑暗 或者是让他自己 那个火炉经过 剖开的动物 被杀的动物 在火上 在动物的身体上走过 非常的可怕 非常的震撼 但是神临到 莎拉的方式 却是很轻微的 很温柔的那种 创世纪十八章 莎拉心里的暗笑 莎拉的笑有什么问题呢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笑有两种 有一种笑是充满童真的笑 充满盼望的笑 有一种笑是充满苦毒的笑 甚至是绝望的笑 绝望的苦笑 小的时候我们只知道第一种 就是童真的笑 后来长大了 我们不知不觉的 我们从世界上 学到的更多的是 第二种的笑 苦毒的笑 那么 在这里 莎拉 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 莎拉为什么暗笑呢 说我已经老了 我还能生育吗 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呢 到明年这个时候 我要回到你这里 那时 莎拉必生一个儿子 莎拉害怕起来 他就否认说 我没有笑 但是那位说 不 你实在笑了 莎拉说 神说你实在笑了 那 主在问他说 莎拉你为什么笑呢 你笑是因为我的计划 太奇妙了 你根本觉得不可能 对吗 神说 在我岂有难成的事呢 有什么事不可能呢 所以你知道 要嘴上笑 心里却是一种苦毒 那是可怕的 或者是说更可怕的一种笑 是无动于衷的 无动于衷的笑 哎呀 没有用了啦 我一生就是这样子了啦 我不再有什么希望了 我已经是一把老骨头 我已经摔败了 我已经没有用了 你听过这样子的 有人这么说吗 我听过 神其实 就是要 面对这样子的笑 神其实在说 在我有难成的事吗 你心里面对我那份信 到哪里去了 所以神跟莎拉说 你笑了 但是呢 我要把你的笑 转变成为 另外一种的笑 而是 就是那种充满喜乐 充满神的恩典 充满感激 明白神恩慈的笑 所以莎拉需要修复的 其实心里那种 对神奇妙的伟大期待 其实神是在发出邀请 神是在邀请莎拉 来经历她的奇妙 来经历神 把不可能的变为可能 把不可能的变为大能 所以朋友们 弟兄姐妹们 我想要请你们 问自己 在心里面问自己一个问题 就是究竟 我对神的奇妙 有没有一种伟大的期待呢 或者是你心里面 其实有一个消极的声音 你说 算了 反正信和不信 都没有什么不一样 或者是你说 在新冠疫情以前 我每个礼拜都会去教会 但是有时候我也会怀疑 究竟来和不来 有什么不一样 现在已经一年多过去了 我现在在家里 我就上过几次网 我也就不再坚持了 我没办法坚持了 反正都一样 没有什么不一样 或者是你一直面临着 一个生活上的困难 或者是你心灵上的窘境 或者是你身体上的 一个疾病 你也祷告过 但是你不久 你就放弃了 因为你觉得 反正不都一样 我已经等很久了 我已经不再期待 神特别的恩典 会临到我了 但是你知道吗 真实的信仰 和挂名的信仰的区别 就是在于 对神和他奇妙 作为的伟大期待 一个真正跟随耶稣的人 他在心里面深深地知道 耶稣是多么的奇妙 因为他知道靠他自己 他其实成不了基督徒 但是神却差遣 他的儿子的灵 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去 让我们能够从心而发 让我们能够呼叫阿爸福 所以是圣灵催生了我们 打开了我们心里面的眼睛 让我们看到 神竟然亲自来找我们 神的儿子竟然为我们死 神用这种奇妙而极致的方式 一直在追求我们 为的是要得着我们的心 他决意要一场死位 他奇妙的爱 牺牲的爱 为的是要挽回我们的心 所以这是奇妙的奇迹 所以造访亚伯拉罕和撒拉的神 他今天仍然以他的圣灵 运行在我们当中 圣灵不断地来造访我们 所以对于个别人 可能是当头棒喝的一种形式 但是对于大多数人 他却是一种温柔的挽回 神要挽回我们 那我们回头看撒拉 他有没有被挽回呢 有没有 有嘛 对不对 因为他真的就怀孕了 他隔年就生了一个儿子 当他生以撒的时候 他说什么你知道吗 他说 在《创世纪》第21章记载 他说 神使我欢笑 凡听见的也必为我欢笑 又说 谁能告诉亚伯拉罕 撒拉要如养儿女呢 你看 现在夫妻关系 开始重新对接上了 谁能告诉亚伯拉罕 撒拉要如养儿女呢 在他年老的时候 我敬给他 生了一个儿子 大笑 撒拉笑了 他真的笑了 所以他们给这个孩子起名叫以撒 你知道以撒的名字 意思是什么 我的老二 我也给他起名叫以撒 以撒的意思 就是欢笑的意思 神使到他欢笑 是神把绝望的苦笑 变成了满有盼望的欢笑 所以朋友们 如果你的脸上的笑是绝望的笑 或者是你对别人的询问 别人询问你 你好吗 你挤出来的是那种无可奈何的苦笑 你要知道 或者是 神要你知道 其实你更接近欢笑 你更接近欢笑的源头 因为神他要赐给你盼望 他要让你有盼望的欢笑 因为人在谷底最低点的时候 可能是你最难过的时候 但是人在谷底的时候 也是他有机会正准备往上走的时候 阿们 所以福音就是什么呢 福音就是神所赐的奇妙 让人觉得不可置信 不可置信的奇妙 一个小孩子 他天天在街上面玩泥巴 他从来没有去过大海 如果有人来问他说 你想不想去佛罗里达的海边玩 在佛罗里达的海边 那个沙是白的 那个沙是很细 很清洁 很漂亮 你可以在那里玩沙 你要多少沙具有多少沙 你知道那个小孩子 他会说什么 他从来没有见过大海 他可能会盯着你 他可能会满脸困惑 佛罗里达的海边是什么东西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东西 我可能也不会喜欢它 所以对一个 从来没有见过大海的小孩 去海边这件事情 可能就是太不可思议 太不能够让人 让人没有办法置信 福音也是一样 太不可思议 让人无法置信 但是你需要它 你明白吗 福音是为你我而预备的 如果你当过爸爸妈妈 或者是小小班的主流学老师 你一定会对这个刻骨铭心的 就是如果你对一个小小孩讲故事 你不管讲什么故事 不管是讲挪亚方舟的故事 还是白雪公主死了又复活的故事 他的眼睛会睁得大大的 对不对 因为这些故事都充满了奇妙 小孩子为什么那么快乐呢 就是一个原因 就是他们的世界里面充满了奇妙 他们的心里面充满了对奇妙的赞叹 然后他们慢慢长大了 他们到了中学 他们到了大学 他们进了大学这种高等学府 他们在里面学到的什么 他们学到的竟然是爱 只不过是大脑里面的一种化学反应 人们甚至在研究 怎么改变大脑里面的化学物质 来达到或者产生 或者是控制这种爱 这种东西 换句话说 世俗的现代思维 摧毁了人对奇妙的赞叹 不是吗 当你小的时候 你心里面充满着对奇妙的赞叹 你年龄的增长 你里面就越来越容不下奇妙 到了最后 你到了一个地步 就是若不是神动工 你心里面就没有奇妙可言 除非神动工 除非神动工 如果神是真的 水也能够变成酒 如果神是真的 麻雀就能够变成凤凰 不是吗 如果神是真的 白雪公主就能够在死去以后 都能够醒过来 我们以为学习 撒拉就是要相信神 然后神就会给我们所要的 我们以为神说 如果你工作上有问题 你只要信靠我 我就会给你一个更好的工作 给你一个没有问题的工作 给你一个能够赚大钱的工作 你觉得 你以为好像 你跟神说 你生孩子有问题 你只要信靠我 我就会给你生很多孩子 神其实是邀请我们进入那个真正的富饶 神其实是在说 不孕的妇女 我在讲 以赛亚书讲过的话 不孕的妇女要喜乐 要胜过生育的妇女 带着你的不孕来到我这里 带着你的失业来到我这里 带着你的不满足 带着你在人际关系上面的破裂 或者是家庭关系上面的破裂 来到我这里 带着你的问题来到我这里 我要让你恢复 心中 你心中对我奇妙的期待 我要让你的生命改变 我不仅仅是 给你你想要的东西而已 我要让你的生命翻转 成为为神而活的一个生命 阿们 在四世纪十三章 十七到十八节 也记载着一个 就是神造访一对不孕夫妇的故事 在参孙还没有出生的时候 他的爸爸妈妈 他们一直想要生孩子 但是一直没有 没有孩子 所以他们 可是后来神就来造访他 然后当神来的时候 参孙的爸爸叫马诺亚 就问耶和华说 你叫什么名字 因为神那时候应许 他说你要生一个孩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参孙 他要为我来成为我的器皿 所以马诺亚就问他 问神 说因为你叫什么名字 因为到你的话应验的时候 我们要把尊荣归给你 所以我要知道你的名字 结果耶和华的使者 对他说 你为什么问我的名字呢 我的名字是奇妙的 他就是奇妙 其实神就是奇妙 神对萨拉说 你笑了 萨拉说 没有 我没有笑 有 你笑了 因为我看到了你的小信 我看到了你的不信 他是一个奇妙的安慰师 他要来告诉萨拉 说我看到你信仰里面的缺少 缺失 我看到你的信仰里面缺少了奇妙 神以温柔的方式来跟萨拉当面的对峙 而且我们知道的是 萨拉一定是改变了 因为萨拉后来 她一定是相信了神 和神的奇妙 这才后来就有了儿子以撒 那真正的欢笑 以撒就是神 使我欢笑 我们今天能够信主 都是神超然的 大能的运行 都是奇迹 都是神迹 我们的信心 都是奇迹 连我们的信心都是奇迹 你知道吗 我现在我想要请 我们另外一位姐妹 叫Diana Diana姐妹来分享一下她的故事 我从年轻的时候 就非常憧憬婚姻 就很希望可以跟相爱的人结婚 然后一起洗手经营一个家庭 2006年的时候 我来到美国念书 第一次踏进的教会 我就认识了一个 非常虔诚 也很照顾我的阿姨 很喜欢跟她聊天 有一天晚上 她就在电话上跟我分享 她对神的信考 那当天晚上呢 我自己半夜睡觉起来的时候 耳边就有个很清楚的声音跟我说 我一定会把那个适合你的人 带到你面前来给你 那我反复的思考之后呢 我就选择相信 这个是从神而来的应许 我也记得我 当我决定我要相信他是神 而且低头跟他祷告的时候 就真的仿佛有鸽子跟终生的一个欢庆跟喜乐 在耳边响起 那这事件是我信主的契机之日 我信主之后 并不是一帆风顺 在后来人生各样的大小事中 我经历了很多神的恩典 然后我就慢慢明白说 神是要我去学习一个耐心等候 以及学会放手交给他这样的一个功课 我一直惦记他在婚姻上 给我的一个应许 我总想着 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成就 好让我可以为他做一个美好的见证 但是呢 好几年过去了 中间有几次机会 跟几个弟兄交往过 可是从来就没有走到婚姻这条路上 那虽然这么多年 我经历了很多很多神的恩典跟大能 可是这十多年来的等待 真的让我开始怀疑自己 而且也开始怀疑 我当时是不是听错了 几年前 发生了很多很多事情 那包括各种压力的一个袭来 我的整个人的情绪上 就陷入了低谱 我开始跟神 抱怨了各种不满 但是我又常常在这样子 抱怨的过程当中 听到神他话语上的安慰 所以我就时常在理智上 知道说神的爱 可是在情绪上 却常常陷入一个低潮 而且是久久没有办法平复 去年二月的第一个周六 是利尤牧师他的爱慕典礼 我那天早上在床上躺了 一整个早上 我也没有力气爬起来 但是我有想到 这是我们曲目这么重要的一天 所以我就努力的爬起来 那我还好那天有爬起来参加 因为呢 我那天遇到了一个 许久没有碰面的弟兄 而这位弟兄他后来成为了我的丈夫 那那一阵子因为我也长久 一直被情绪所困扰 医生的诊断出我有忧郁症 我也把这件事情在交往的初期 就如实的跟这个弟兄分享 那他也毫不犹豫地跟我说 他会陪伴我一起度过的 那我们两个在刚开始交往的时候 我有非常高度的不安全感 我甚至会一直想把对方紧紧地抓住 那老实说 其实我真的很久都不会这样子 也没有这种感觉 那我也知道 这样子的感受是不健康的 可是我没有办法控制自己 忧郁症他让我对任何的事情 都提不起任何兴趣 所以当时除了在治疗之外呢 我也把神学院的课程 以及所有教会的服饰 通通都先暂停 因为我知道我必须先停下来休息 好好的重整我跟神的关系 我才有可能跟我自己 还有跟他人有一个健康的关系 以及健康的服饰 那在忧郁症的治疗过程当中 我们也是请耶乐牧师 他为我们做婚情辅导 那如同我刚刚说的 其实交往过程中 是真的有很多冲突 可是利尔牧师 他会就是跟我们分享说 如何能够在里面 彼此有良好的沟通 也给我们很多合神心意的教导 所以我们今年的三月 我们终于在神的教会里面 然后再就结婚了 对 那 将近15年的等候 真的是非常的漫长 可是我现在会觉得很感恩 因为神他真的是把最适合我的 赐给了我 那我也知道说 这一切真的完全就是神所赐的 并不是因为我多好 或是做了多少事情 就可以得到他的救恩 或者是可以换到一个 这么适合我的配偶 相反的 也不是因为我不好 而没有办法得到 是因为他 神还在预备我们彼此 对我深深的感恩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学习到就是实施的仰望神 学习在患难中 也是欢欢喜喜的 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恋 老恋生盼望 盼望不至于羞耻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 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莱安娜的故事很感动我 因为我在其中 见证了神 为他所预备的 超乎他的所求所想 莱安娜的勇气 也让我很佩服 因为当他的故事 还没有完 大结局其实还在后头 但是他有勇气 来跟我们大家分享 原因就是 他正在跟神 在撰写一个生命的故事 这也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第三点 第三点是关于神 来找撒拉的原因 第三点我们要学的功课是什么呢 就是神邀请你 来共同谱写生命的信心交响乐 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故事 写故事的人就是神 我想当我这样说的时候 所有信主的人都懂 神就是创造我们生命的 那一位 祂是造物主 而且神早就知道 我们的生命里头会经历些什么 我们最终要到哪里去 我们最终我们的生命会怎么样 是如何 我们的人生是如何了结的 神都一如了如指掌 因为祂就是作者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并没有把这样子的认知 在我们生命里头来活出来 因为当我们观看 神在我们过去的年日 都写下了什么样的乐章的时候 当我们用 我们在试着看 神是用什么样的主题动机 在我们生命里头来 来蹦蹦蹦蹦的时候 神怎么样用两个旋律线 用三个旋律线 用多个旋律线 怎么样交织在一起 神怎么样让我们 有时候进入低层的时候 神怎么样 有时候迎我们身上高峰的时候 如果我们愿意去体会 我们就会明白 其实神 祂已经把笔放在我们的手里面了 神说 我不仅仅是要你聆听过去 我在你生命当中的作为 我要让你有份于这个写作 你不是木偶 你不是那个 我怎么拉你的四肢 你就怎么动的那个木偶 你是可以和我交流的 知道吗 我是渴望你跟我有亲密的交通的 你知道吗 我们可以和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神说 我要你跟我合作来谱写 接下来要发出来的美妙的乐意 我要你为此感到兴奋不已 我要你充满期待 而且正是因为这样 你可以成为我的见证人 就像撒拉一样 所以我们 你看我们今天读的经文 因着信 甚至撒拉 她虽然过了生育的年龄 还是能够怀孕 因为她认为 那应许她的是信实的 所以从一个好像已死的人 竟然生出许多子孙来 仿佛天上的心那么众多 海边的沙那么无数 撒拉 亚伯拉罕 他们能够成为云彩般的见证人 不是他们有多么伟大 而是他们的心被神触摸 他们过去是被动地观察神的作为 他们不觉得自己能够在其中 有什么样的参与 但是神让他们认识了奇妙 他们开始赞叹神的奇妙 他们最终向往的是最终神给他们的结局 所以甚至哪怕是以撒 这个应许之子 也不是最终的答案 因为我们知道 以撒是指向那位真正的 最后要来的应许之子 耶稣基督 以撒是欢笑 神使我欢笑的意思 我们知道最终 耶稣基督才是那位真正的 使我们欢笑的那位 甚至耶稣基督 祂是为我们承受了最大的哀痛 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受最大的哀痛 使到我们能够拥有祂所赐的真正的欢笑 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那位向往的最终的奇妙 祂就是奇妙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也能够像撒拉 亚伯拉罕 和其他各个云彩般的见证人一样 我们在寻求我们谱写 跟神一起和谐 这个我们信心的故事的时候 我们来发现那真正的奇妙 我们来发现耶稣基督 在我们生命当中 是什么样的位置 我们有没有把遵从祂 在我们心中最中间的位置 当我们意识到祂给我们的呼召 我们刻意地去活出来 我们有激情地去活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是给神更大的荣耀 这就是我们如何与神一起合住我们的故事 好不好 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 让我们一起来举起我们的心 求神在我们生命当中 来重新摆下这个奇妙 让我们能够 我们的心能够向祂的救恩 祂的恩典来回应 来赞叹祂的奇妙 求主来恢复我们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 祝求你来恢复你在我心中 祝求你来恢复你在我心中 在我心中 充满荣耀光辉的宝座 主求你来恢复 你在我生命中 热情奔放燃烧的火 愿你的国度降低 愿你的执意心在地上 如同在天上 愿你恢复奇妙作为 掌揭你同在来翻转我生命 愿你的国度降低 愿你的执意心在地上 如同在天上 愿你恢复奇妙作为 掌揭你同在来翻转我生命 愿你的执意心在地上 如同在天上 愿你恢复奇妙作为 愿你恢复奇妙作为 愿你同在来翻转我生命 哈利路亚 是的主 我们知道你会恢复 我们心中你奇妙的作为 因为你是奇妙的 你就是奇妙的神 你是行伟大奇妙式的神 哈利路亚 赞美你主啊 我们的生命要举起来 向你来高举 我们知道 当我们的心门敞开的时候 你要恢复我们的生命 你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来行奇事 来行大事 你要让我们知道 你是那位 配得我们一生一世 来跟随的神 哈利路亚 赞美你 愿你坐在宝座上 得着一切当得的荣耀 颂赞荣耀都归给你 坐在宝座上的高养 阿们 我们一起领受祝福 愿耶稣基督的恩惠 愿天父的慈爱 愿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跟我们众人同在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